这样一种方法 对吧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 对吧 继续 他 这道题呢 其实也属于行列式的计算 对吧 我们来看 他数1的第39D填空题 数2的47题 他怎样说呢 他说AB为三阶的相似矩阵 对吧 那你学线性代数呢 现代有什么感觉呢 B 我们的高速 比我们概论逻辑性更强 基本上你看到这个知识 你就要联想到什么东西 你看比如说相似 两个东西相似 它相当告诉什么呢 其实告诉你很多东西 首先 他特征值一定要相同 对吧 他的字一定要相同 对吧 他的记当然也会相同了 就这意思对吧 那最终的这个是 可以归结到什么 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特征值要相同 对吧 特征值要相同 你就λ1λ2为A的两个特征值 那说明B的特征值呢 这个B的特征值呢 这个B的特征值也有1和2 然后B的行列是有点2 对吧 那我们最终就可以算到什么 因为它是三阶最多13个特征值 其实由这样一分析了 对吧 1、2也是B的特征值 那设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是λ3也是B的特征值 对吧 那这个λ3等于什么呢 两倍的λ3是不是就是 1乘上2再乘上λ3要等于行列4 这里当然用了一个什么呢 行列4 对吧 一个矩阵的行列4A 它会等于什么 等于它的所有的特征值相乘 也就是关于这种抽象的行列4计算 还会用到这种特征值的问题 对吧 特征值 那我们等一下再看对吧 等一下再看 所以说最终呢 我们把这个算到 这里是2 可以得到λ3 是不是就会等于1啊 也就是说这个B呢 其实是有1是两重的特征值 然后R呢是1重 另外呢 它让你算这个抽象的行列4 这个行列4怎么算呢 那你看到它的样子 你看你会想到什么 那有的同学说想不到 对吧 没关系 你听了这个课 你就要 以后就要能想到 这种所谓分块 分块矩阵的行列4 分块矩阵的行列4呢 你可以想到谁呢 想到这个 达普拉斯对吧 公式了 达普拉斯公式 也就是说你要记得 这两个分块的 经常会用它 A0 C B对吧 当然或者是这种 A C 0 B对吧 当然这个C等不等于0 都可以了 等于0也可以 不等于0也可以 它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A的行列4 乘上B的行列4 对吧 这个要知道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反过来 AB对吧 这些都是你所要知道的 最基本的一些知识 方法对吧 同样道理 这个也是一样 C 然后什么呢 AB0C 它会等于什么 这个东西呢 就不会刚才一样了 它会等于 负1的M乘上N A的行列4 乘上B的行列4 这个MN呢 假设这个A是M乘M的方正 这个B呢 是N乘N的 它就会等于它 对吧 这都是要记住 这些公式了 那记住这个东西以后呢 就简单了 这个原式呢 对吧 原式就会等于 相当于是 这就是A 这就是B 那是不是就等于 A加上E的 负1次方的行列4 再乘上它 乘上这个是不是就是 括号 RB新的行列4 那你要算 这两个行列4呢 就会和谁挂钩呢 就会和特征值挂钩 你看 这个抽象的 因为你只得到特征值 所以说呢 你在算这种 抽象的行列4 除了要掌握什么呢 除了要掌握我们的性质 对吧 除了要掌握我们的性质 其实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 特征值来算了 对吧 利用特征值来算 当然我们可以 最后归结 对吧 最后归结 你看 这是第二个特征值 那这个特征值 怎么来算呢 会用到我们后面 所说的特征值的一些东西 那你看 这个A加E的特征值 是多少呢 因为A的特征值是不是 因为B的特征值是11R 它这个也是11R 再加个1呢 是不是2R3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行列4呢 A加E的行列4 其实等于14R吧 14R 它的利的行列4呢 再利用行列4的性质 是不是12分之1 12分之1 然后这个RB星呢 RB星 大家可以利用什么呢 RB星它其实会等于什么 它会等于RB的行列4的 因为它几阶的 这里又用一个什么 用它 A星的行列4 会等于A的行列4的 N减1 如果说这个A是N乘N的 对吧 那这里B是几阶的 B是三阶 是不是三减1 是吧 平方 对吧 然后最终我们再弄过来 那这个东西 把R提出来呢 其实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R的三次方 B的行列4 然后再平方 而B的行列4 你是知道的 你看 特征之余 行列4的性质结合 B的行列4 是不是等于R呀 等于R 那这里就会 在R的立方 对吧 就是 总共是多少 你会发现是16 16在平方 256 256 我们可以约掉 对吧 约掉个4 三分之 256 对吧 然后你约掉个4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64 那这就是最终的结果 那这个抽象的行列4 利用了东西还蛮多的 一个呢 利用行列4的性质 也就是一些公式 第二个呢 行列4的计算 会经常会和这些特征值 结合在一块 对吧 那这道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对吧 下面再看 下面这个呢 属于什么呢 属于是具体的一些 行列4的计算了 对吧 那具体的行列4计算呢 我们又怎么来算 对吧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道题吧 我后面再把它 设交方法 最后再归结一遍 比如说看到它 这是 A组的42体 对吧 数1的 数2呢 是40体 数3呢 是23体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个体呢 是一个N阶的矩阵 对吧 然后你会发现呢 这里1特别多 对吧 然后对角线呢 是0 这种属于什么呢 我归结为 对吧 大家遇到这种呢 主要是其他都一样 然后只有对角线 不一样呢 我把它归结为 对角线的行列4 对吧 就是大家可以记住 只要对角线 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一样 可以都可以归结成 这种对角线的行列4 这种行列4呢 你要去计算的 其实有很多种方法 对吧 有很多种方法 怎么算呢 我们大致把这些方法 来学一遍 对吧 第一种方法呢 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 其他行 对吧 比如说都减去第一行 试一试 其他行 减去 第一行 那减去第一行呢 你会发现 它会等于多少呢 你看 减去第一行 这样呢 就会 0 1 1 对吧 1 1 然后相应的 这个 第二行减去第二行 是不是1 然后负1 0 然后0 0 1 然后0 负1 0 0 然后一直下去 对吧 点点点 这里是不是 弄乖 这里也是变成了 1 0 0 负1 0 然后这里是 1 0 0 0 负1 你会发现 这样一弄的 也就是说 这种对角线的呀 对角线的行列式 通过这种 行变换 通过这行变换 就可以变成什么 这种是一种 比较常见的 大家在做 听课或者参考的时候 都会遇到的 这种属于爪形 属于爪形的行列式 这个爪形行列式呢 非常好 可以变到什么呢 可以变到上下三角 对吧 上下三角行列式 那也就是 对于什么 对于你会发现一些 比较 这种高阶的 很多时候 都是要变成 这种上下三角行列式 那上下三角行列式 大家要记住公式 对吧 比如说 你下三角的 A1 A1 A2 对吧 A2 对吧 AN 假设这里是 零下面的随便便 对吧 或者是上三角 对吧 这个 A1 A2 然后AN 那比如说 这里是零 然后上面随便写 它们呢 都会等于什么呢 它们都会等于 对角线的元素 相乘 你必须知道 这些东西 对吧 那另外呢 当然还有个 反三角 对吧 反三角呢 是怎样呢 反三角是这样 如果是 反过来的一个三角 A2 对吧 ANN 然后这里是 零 其他地方随便写 那还有 或者是这样 A1 A2 ANN 对吧 这里是零 这里随便写 它会等于什么呢 它会等于就是 对角线元素相乘呢 但是还要注意 还要乘上一个 逆虚数 是多少呢 负1的 R分之N 乘上N减1 对吧 要记心 那也就是 这种爪形的 可以 变到我们上下三角 关于爪形呢 当然有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有这样的爪子 对吧 这种 或者是这样 对吧 或者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对吧 爪形有很多种了 都很容易把它变成上下三角 比如说这个东西 你要变成上下三角 怎么变呢 对吧 这个原始就会变成它了 我们可以怎样呢 因为你发现 你要变成上下三角 必须是 要么下面全部变成 要上变成 你可以怎样的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把 其他行什么 把 其他行 再加到第一行 再加到第一行 你会发现就变成了 因为就上面就全变成 就变成下三角的了 你看 这第二行加到第一行 那它是不是就一 然后这零 然后再把第二行加过来 这里又会变成零 看上面一 但这里又会再加个一 对吧 也就是这里再加个一 那你总共加了多少一呢 总共是不是有n减一个一 这里就会变成n减一 然后上面呢 你看全变成零了 然后这一 负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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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零 零 对吧 然后这里是 一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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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零 零 负一 对吧 那你会发现看 这样一弄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 我们的下三角了 你看 那它会点什么 对角性元素相乘 n减一再次多少 负一是不是有n减一个 看没有 这样看这个行列式就算刀了 这种对角性元素 可以通过处的变成爪形 爪形呢 再把它变成上下三角 你在做这种 行列式的时候 无非就这么来做 对吧 经常 那 这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怎么来做呢 第二种方法呢 也可以用什么呢 这关于这种对角性型 经常因为它有很多元素 是一样嘛 可以通过什么呢 加编法来做 对吧 这个加编法呢 你看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 那个元素呢 其实 是不是就是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再加一行 比如说再加全部写成1 1 1 对吧 1 然后你再把 然后这一列呢 当然要写成0 然后你再把那个写过来看 你剩下的就是刚才的那个式子 1 1 然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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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一直下去 那这个是0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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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你要求的是它 你要求的是这个红框内的 然后你加了一行和一列了 相当于 那这样呢 其实这个行列式当然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我们刚才那个行列式对吧 那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看加编法其实和刚刚那个方法差不多 你再用什么 再用其他行就都减去第一行 都减去第一行呢 1 1 1 对吧 1 1 其实它还是变成了什么 负1 然后这里是负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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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里是负1 0 负1 0 0 0 负1 你会发现的它其实还是变成了我们的爪形 也就是你要转化到上海散热经常是要变到爪形的样子 对吧 这个就变成爪形 那变成爪形呢 你要把它变成上海散热是不是一样道理 是不是又是按那个过程来一遍 对吧 按那个过程来一遍 那剩下的做法呢 就大家自己去做一下对吧 剩下的做法 是不是一样道理 把其他行都加到第一行就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第二种方法 那第三种方法呢 第三种方法呢 其实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行列是啊 你会发现什么 它的一行 各行或者各列 你会发现加起来是不是等于一个固定值 都是人简易 比如说你把什么呢 把各列全部加起来 是不是都是人简易 因为它各列 各行相加都为N-1 那你就可以怎样呢 你可以把其他行都加到第一行 把其他行都加到第一行 加到第一行呢 再把第一行呢 就能提了 因为都是N-1嘛 第一行提出 N-1 是吧 那你会发现这个原式就会等于多少呢 这个原式呢 你会发现N-1提出来了 然后上面是不是就变成全是1-1-1 然后1-1-0 然后这里是1-0-1-1-1对吧 然后相应的这是1-1-0-1 1-1-1-0-1对吧 然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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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你要算的就这个行列式了 那你要算这个行列式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 和刚才那个是差不多的 你还是用其他行的都减去第一行 就变成了我们的爪形了 爪形然后再变到对角线形 也是一样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但这里还有一种比较快的方法 第四种方法 第四种方法可以利用什么 可以利用特征值 因为这种对角线形啊 经常比较特殊 它可以写成什么 这个矩阵 比如说你把 你要求的这个矩阵设成A 0-1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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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1-1-0 这种矩阵呢 也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矩阵 全部是1 然后再减去什么呢 再减去一个单位阵 那这样就可以利用特征值了 你要算它 因为这种特征值一定是什么 大家记住 这个后面会遇到 字为1的这种矩阵 它的行列 它的特征值是这样的 它的特征值一定为 n-0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是g 这个a的g 但这个a的g是不是就是n呢 把对角数元素相加 所谓的g呢 就是对角性元素相加 就是n 那你会发现看 你要求的 你这个是a了 假设这个是b了 对吧 这个b的值是等于1 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 这个a的特征值是等于什么 b-1 b-1利用特征值性质 减掉1是不是n-1个-1 还有一个呢 还是一个是n-去1对吧 n-1 那最终这个a的行列是呢 等于特征值相乘 总共有-1的n-1次方 -1个n-1个-1像什么 然后再乘上这个n-1 对吧 算出来也是这样一个答案 那这道题能看 涉及到方法是比较多的 而且也总结出了 就是你在算什么呢 算这种具体的行列式的一种方法 就是 经常是怎样 转化到我们的上下三角形行列式 对吧 那转化到上下三角行列式是怎么转呢 尤其是这种对角线 可以先变到爪形 那爪形变到上下三角形呢 大家一定要会 对吧 一定要会 这是相当于是其中的 这种是具体的 对吧 行列式的 其中一种计算方法 具体 对吧 那么来看 对吧 抽象了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两种了 具体呢 我们才讲 这第一种 对吧 第一种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呢 也是一个填空题 对吧 数一的 是三题 数二的 是四题 对吧 数三的 是六题 我们来看 这是一个什么呢 它给了你一个矩阵 是 这个矩阵呢 是一个三阶的矩阵 而且是通过什么呢 列分块 就相当怎样 相当把这个矩阵呢 按照列来分块 对吧 是抽象的 A的行列式呢 告诉你等于四 然后B呢 它看也是一个列分块 但这个列分块呢 它是相当于 你看它的每列呢 是用α1α2α3表示 然后让你去算 这种B的行列式 这也属于抽象的 对吧 那这种应该怎么算呢 我提示大家一下 对吧 就是 当你看到什么 当你看到这种 K1α1 加上K2α2 一直加到什么呢 KNαN的时候 你要会想到什么呢 因为你要知道 现代的 它的使用的工具是什么 它使用工具就是 行列式和矩阵 其实对吧 还有向量了 当然 因为它研究的是 方程的东西 它通过这几个工具 去研究它 那你看到它 应该怎么想的 看到它呢 其实 那最重要的是矩阵嘛 你看它就可以这样的 可以写成矩阵的样子 这两个东西啊 是α1α2 αN也叫做线性组合 这几个向量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看 α1α2 可以写成 αN组成的一个列分块矩阵 这个矩阵呢 乘上什么 乘上这样一个矩阵 K1K2 KN 对吧 它可以写成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样子 对吧 记住 它的样子 不要忘记 对吧 只要大家后面看到类似的 经常会这样处理了 那你看到这个样子 知道这样处理以后呢 你会发现看 其实这个B的每一列 都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 α1α2 这里当然只有α3 α3乘上一个 一列吧 那你看这个B呢 就可以怎样了 这个B呢 其实可以分解开来 它可以分解什么 α1α2α3 而这个就是A 看没有 然后呢 你看这一行乘上一列 就得到B的第一列 那K是多少 是不是对应的前面的 α1α2α3系数啊 1-3 2 第二列呢 是不是就是 α1前面是0了 α2呢 是1-2 然后第三列呢 第三列你会发α1 是不是0 α2是2 这个是1 那你会发现看 这个B呢 它其实就通过 这个列分块 这可以看作是 抽象的什么 第三种方法 矩阵 的分解 对吧 通过矩阵的分解了 当然用的是列分块 对吧 把矩阵进行列分块 它分解 然后就可以怎样了 再利用行列式的性质 计算中 抽象的 你就大家看到这种 你会发现B 这种矩阵是列分块了 而且每个列呢 是一些向上线阵组合 就会做这样处理 那你会发现看 这个是不是就是A啊 而这个相当于是 另外一个矩阵了 你就把它当作C了 那你要算B的行列式 你说怎么算 是不是利用行列式的性质 等于A的行列式 乘上C的行列式 而A的行列式 它告诉你等于几 等于4 是吧 等于4 C的行列式呢 C的行列式啊 你会发现 你看 这个行列式是不是很简单 这种属于什么呢 这种也属于具体的 具体的是 因为我们之前算的都是 高阶的比较多 对啊 如果是这种低阶呢 经常是什么呢 直接展开 对吧 直接展开 这种就是因为 第一行有两个0 对吧 只有一个非0 那直接展开就行了 是不是1乘上 这个1减去负4 那是不是就是5啊 对吧 乘上5 那最终算出来 是不是20 看 只要你清楚这个方法呢 线性代数啊 做起来呢 会比高数要简单 它计算量 其实是比较小的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方法 就是对应的方法 要知道 如果不知道方法 就没法做 很多时候 这个东西 所以抽象呢 我们又学到一种 对吧 而且我们知道 低阶的行列是 经常是 把其中的一行 转到只有一个非0 然后去把它利用展开定理 去计算 经常是这样 这里也学到一个对吧 低阶的行列是 低阶具体了 经常是什么 把一行 或者是一列 变到呢 只有一个非0 后面我们还会 继续遇到这种 对吧 比如说到时候算什么 算特征值啊 经常是这样 算特征值 但算那种低阶的 其实前面我们也学过 对吧 利用行列式的性质 刚才是不是 前面的两道题了 对吧 两三道题 都是利用行列式性质 提出供应值啊 交换啊 对吧 这些东西了 你会发现 或者是分开 对吧 按其中一列分开 其中一行分开 变成两个行列式 相加的问题 经常这样 那这道题呢 我就提示大家到这里 对吧 数1的A48 数2的A56 对吧 数3A30 这样一个题目一审 对吧 你看 是求A星的利 那基本上又可以锁定 和伴随 考的是伴随这一块了 伴随呢 记清楚公式就可以了 因为它可以求利的话 说明这个一定可利嘛 那就不用管 说明A可利的话 那这个A星的利 是不是又来了 你再把那个公式一写 A星乘上A 等于A的行列式E 那你把这个除过来 你会发现 A星的利 其实就是A 除上A的行列式 有没有发现 对吧 就是A除上A的行列式 而A的行列式 是等于多少呢 我们要稍微求一下 你看A的行列式 因为这个A告诉你 这个样子特别好求 对吧 它是 相当于是1分之1的 但是要注意 这里是怎样 因为这个东西取行列式的话 这个1分之1提出来 是1分之1的立方了 是三次方 要注意不要犯错 对吧 然后R再乘上它的余子式 余子式是不是就是 0减去3 那负3 那从而算出来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算出来是等于 负的四分之三 对吧 负的四分之三 那算完以后呢 你看A星的利 就简单了 对吧 相当于A除上负的四分之三 那是不是负的三分之四 A 然后你相应的再把这个写回 这里有个二分之一 是不是负的三分之二 相当于把这个造写对吧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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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零 这就解决了 但这里不要犯错 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犯错 就是A什么 K A对吧 它会等于什么 K的N次方 A的行列式 对吧 它和你行列式 直接从一行 提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说你这个A 取航列式 对吧 假设这里是A11 A12 A1N 对吧 然后DI行是K I1 KIR KIN 一直下去 对吧 这个东西你提一个K 出来是它了 是因为你这里 只有一行 对吧 提了 其他地方是没有提的 一定要注意 对吧 一定要分清这个东西了 分清 这也容易犯错的一个地方 你看这里看到这个A星伴随 你就要想到那几方面 然后对应的就出来了 对吧 对应就出来了 基本上 但这个题呢 比较麻烦的 反而是你去求这个逆 会比较麻烦一点 对吧 比如说这道题 你就可以自己改编一下 对吧 假设我让你去求这个A逆呢 可能会更难一点的 但这个A逆呢 因为这是一个分块的矩阵 看没有 这是分块 你可以利用分块 其实很快就能算出来 不一定要用这个 初等行变换去做 对吧 初等行变换去做 那这48 比如A逆 你可以当作去练习啊 对吧 能不能比较快的做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到 下面这道题 对吧 下面这道题呢 我们先审下题 对吧 你要清楚 他考的是哪个方面 他说啊 已知这个AB呢 均是三阶的矩阵 将A中的第三行的负二倍 对吧 加到第二行 得到A1 你看这是 一看 基本上锁定了 是考察什么的 初等矩阵 对吧 初等变换 然后将B中的第一列 和第二列对换得到B1 对吧 那这个A1 B1 则等于他 对吧 则AB等于什么呢 这道题 其实你只要把 初等变换的 搞清楚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是 矩阵的第五个 那这块的小知识点 小知识的目标很多了 也就是初等矩阵 那你学初等矩阵的 你自己要听完课以后 你要自己去概括 他要掌握哪几个方面 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呢 你要掌握定义 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初等矩阵 比如说 我写这样的例子 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EI界 要认得他 这种呢 如果可以表示是 DI行和DJ行交换 也可以表示 DI列与DJ列交换 对吧 比如说你看到他 EI界 比如说K 对吧 那你要清楚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先写另外一个 对吧 EIK了 这个东西 你要知道表示什么意思 它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 DI行乘上K倍 或者DI列乘上K倍 对吧 当然还会有这样的 EI界K 这几个符号你要认得 因为你用符号去做这种题 就会很简单 理解起来 这种呢是可以表示什么呢 这个稍微麻烦一点点 这可以表示的是 DI行 K倍 加到 DJ行 或者是表示什么 DJ列 你看这个要反过来 DJ列 K倍 加到 DI列 对吧 一定要清楚 它是可以这样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在做这种题呢 要掌握一个思想 左行右列的思想 左行右列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一个矩阵 左层这样的初等矩阵呢 这种初等矩阵看是 简单定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单位矩阵通过一次初等的变换变到的一个矩阵 对吧 它们都是单位矩阵经过一次就可以变到 左行右列 左层呢 是做行变换 右层呢 是做列变换 什么意思 我稍微说一下 对吧 这个因为这个事件很重要 比如A 你乘上一个什么呢 1 0 0 0 1 0 对吧 0 1 1 你看 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成了一个初等矩阵 为什么 因为这个矩阵是不是就像第二行的一倍加到第三行 对吧 就像是这种 这种了 对吧 1 2 3 1 对吧 它其实就表示1 2 3 1 由于它是左层 所以说它对这个A呢 是做行变换 就相当A也做对应的行变换 把A的第二行的一倍加到第三行 但如果是右层 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成到它 那你就相当什么 相当做列变换 就像把第三列的一倍加到第二列 对吧 要清楚 那这个思想清楚以后呢 当然它会有求逆 这个逆呢 我们后面再来看 对吧 就是这个初等矩阵的逆到底是等于什么 我们来看 比如说这道题呢 如果你了解前面两点 其实基本上就OK了 这个A1怎么得到呢 它说呀 是A怎样呢 A的第三行的负二倍加到第二行 那你就可以写成什么 因为是行嘛 那就左层 而且是第三行 那是三二负二 对吧 把第三行的负二倍加到第二行 写出来是这样 那第二个呢 它说将B呢 第一列和第二列兑换 那这种是不是又乘 因为它是列变化呢 那是不是有11R 第一列和第二列交换得到的是B 从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从而你又可以得到这个A1乘上B1 其实会等于什么 A1乘上B是不是就这个东西 13R-2A 再乘上B1是不是B112 然后它现在呢 是让你去求AB 对吧 去求AB告诉你A1B 所以说这里其实 还得把那个讲一下 对吧 这个逆 就它们三个的逆 你都要清楚 它的逆是多少 就它本身 因为你想 它在DI行D接行交换 是不是就回到单位矩增 那它的逆呢 DI乘上K倍 或DI列乘上K倍 它的逆是不是就是 乘上K分之一啊 对 你又回到单位矩增 同样道理 这个EI接K的逆 像DI行的K倍加D接行 那它的逆呢 其实就是DI行的 负K倍加D接行 就会又会变到原来的了 你看这个逆都是靠理解 就可以写出来 那理解清楚以后呢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你看就可以得到 这个东西你看 AB其实会等于怎样 可以左乘一个它吧 左乘一个13R的逆 A1B1 然后又乘一个11R的逆 就会等于AB 那AB就求出来了 求出来以后呢 你看这个是知道的 这个呢你也知道 因为你会发现 它的逆是多少 是13R R吧 把第三行的两倍加到 A1B1 这个呢是它本身 等AB对吧 那从而呢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所以说你要理解这个含义 这个式子含义呢 写出来是这样了 相当于是单位证 100 010 001 这个单位证怎么办呢 把第三行的两倍加到第二行 第三行的两倍加到第二行 那相当于是不是这里变了一下 它变成这个样子 另外呢 其他这个造写对吧 就是A1B1是告诉你的 10R R13 这个呢 这个相当于是第一列 就单位矩阵 第一列和第二列交换 那是不是0 10 100 001 对吧 然后你再去把这个算出AB来 这个AB再把它算到 这个AB你看算到是多少呢 当然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对吧 这个你看 其实也比较简单 你看这个东西相当于什么 你靠理解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你不用去乘了 这个东西相当于说 它左乘一个它 那相当于行变换 相当于是把第三行的两倍加到什么 加到第二行 它两倍5 两倍2 两倍8 R13 然后再怎么办呢 这个是右乘 那是列变换 相当于是 第一列和第二列交换 那是不是就是121 152 183 对吧 就直接可以写出来了 不需要去用矩阵的乘法去做了 那样会比较麻烦 那样会比较麻烦 那通过这道题呢 我就说明白了这个初等矩阵怎么出题 对吧 那这种题你看可以无限出 比如你随便改嘛 这里好像随便改列 随便改对吧 但是你只要清楚这个含义 清楚这三点 不管你怎么变 万变不离其中对吧 你都可以把它弄出来 那关于这道题呢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对吧 看 下面这道题 下面这道题呢 你会发现就是 它其实还是那种高次密的 那高次密这种属于什么呢 你看这个矩阵A对吧 这个矩阵A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向量 乘上另外一个向量 那种其实是有规律了 就是我这里再扩展一点点对吧 就如果一个AR可以写成这样 alpha乘上β转字 那这个A呢 字一定是小A等于1的 有可能 但如果这个AB是零向量的话 那就是零了 那这个明显不是 写不出来 它字是等于R 你会发现这个是乘比例 但第二行是没办法的 所以说第一种肯定不是 第二种呢 找规律的 这种其实是属于找规律的 第三种是写成 K1加上一个B 对吧 这个也写不出来 当然你非得要用什么呢 非得要用相思对角化去弄一弄 可不可以呢 对吧 当然你可以去试试 因为相对的话就相对麻烦了 这是一个小题啊 这是一个小题 那基本上是 锁定是怎样的 找规律 找规律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平方试一下 101 020 101 对吧 那你在平方下 101 020 101 你看试一下 这个算一下呢 其实比较简单 这一行乘上这一列 是吧 这一行乘上这一列 0 这一行乘上这一列 2 然后相应的这里是 040 然后这个乘202 你会发现什么 这个东西呢 是不是正好是等于多少 这个规律可以找到吧 RA 那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吧 如果是A的立方呢 再乘一个 是不是相应的 它再乘个A 那是不是又多一个啊 那不是R的平方A吗 对吧 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了 这个规律 那A的n次方 是不是就等于A的 R的n减1次方A 那同样道理 这里是不是就简单了 但这里你就可以很简单看 你比如提个n减1出来 这个A减去R 或者提个n减2 出来 这是不是A方减去RA啊 那你会发现 你看A方减2A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这是不是0啊 因为你看 这个东西的话 A方减等于RA 这里是不是0 这个就0矩阵 当然你 你把这个再带进去也是一样 因为an等于R的n减1次方A 这个呢 是R的n减R再乘R 是不是就约掉了 最终当然是0 对吧 或者说你也可以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去求下它的特征值 对吧 它的特征值你会发现是什么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R的了 对吧 它其实是有R 那你也可以去对吧 去弄一弄 看这个不一定得0对吧 不一定得0矩阵 特征值好像还是得不到的 还是得不到对吧 通过找规律你看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规律 这就是求矩阵的高次密 对吧 这样一个东西 那下面我们再看对吧 下面这个是数1的A68 对吧 这是一个证明题了 但是看到这样的东西呢 看到伴随 基本上你就是往伴随那上去靠 对吧 我们来看证明 其实基本上是和那个公式去挂钩 对吧 公式挂钩 这里一般不涉及到字了 因为没有出现字的概念 对吧 那你看这个东西怎么来证呢 证等式呢 一般是通过一边到另外一边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通过哪边到呢 比如说我们就通过这左边吧 因为你看A星转制 我可以怎样呢 你看A星你会想到谁 是不是想到那个公式 因为A可逆啊 A可逆的话 A星是不是就等于A的行列是A逆 你看没有 往那个公式上去靠 那这样呢 就A的行列是 A逆 然后A转制 对吧 那转制呢 这个A行列是其实可以提出来 然后相当于A逆的转制 A逆的转制呢 它是会等于什么 根据转制的性质 是不是A转制的逆啊 你会发现对吧 那A转制的逆呢 我们又可以这样 因为你要最终要变到这个星啊 你要知道A转制的逆 你看A转制的逆 我是不是又可以来 A转制乘上A转制的星 是不是等于A转制的行列是E啊 所以说 你这个A转制的逆 是不是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A转制的 A转制的星 再除上A转制的行列是 看没有 因为这里相当于是A转制的星 是不是等于 这里弄错了对吧 A转制的逆 等于什么 A转制的逆 是不是等于A转制的星 除上A转制的行列是 是这样吧 那这样一弄呢 你看就很简单 这个A转制的行列是和A的行列是一样的 这个约掉了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就A转制的星 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就A转制的星 是这样吧 就可以了 当然你从 我这是从左边到右边了 左边到右边 比如说这道题呢 你就可以去练习一下 对吧 反馈多解性嘛 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从右边到左边你去试试 一样道理了 因为这A转制的星是不是就可以写成什么 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A转制的行列是A转制的逆 对吧 你再去把它写一下也是一样 也可以到了 对吧 同样道理 这里主要考察你对这个A星的公式 是否能比较灵活的运用 对吧 比较灵活运用 那关于这道题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 对吧 看到这里 下面再继续 下面这个呢 是数1的A70 数2的A73 省下题目 对吧 告诉你一个是 矩阵方程 对吧 告诉你矩阵方程 当然这也是一类了 对吧 这也是一类 你会发现 那你看 这种矩阵方程呢 我们可以归为第六类吧 其实 对吧 矩阵方程 看到矩阵方程 一般怎么做呢 一般都是 一项 对吧 然后提供阴氏 然后再去化减 当然它会有两类 对吧 就是 有的你是没法化减 就是如果可逆 经常是可以化减 如果不可逆呢 往往是转化成方程 对吧 还有的就是 到这里的话 有可能化减 看可不可逆了 可逆是化减的 如果不可逆呢 一般是转到方程 那基本上是要解方程了 对吧 这两种情况 那比如说像这种的话 就是 但它这个呢 是让你判断 告诉你一个矩阵方程 然后让你去 判断可逆 还是属于 可逆的判别 另外还让你去求 这个逆矩阵对吧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判别可逆可以通过什么 定义 行列式 以及什么呢 以及我们的特征值 那关于它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可逆 因为它要求逆矩阵 而且告诉这种矩阵的 方程的样子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比较快的弄 是怎样呢 是直接把利用定义去证明 你看 另定义怎样呢 因为定义的话 一定要产生那种 a乘上b等于e的嘛 那我们可以怎样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个移一下 你看没有 这不是e啊 然后你相信的人看 你要去证明a肯定啊 是不是可以提个a出来 a减3e 然后等于2e 从而呢 你看 再把这个r除过来 r除过来呢 这r分之a减去3e等1 对吧 那你看 这已经凑住这个定义的形成 这就b了 ab等1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 这个a是可逆 不仅仅可逆 而且这个a逆也找到了 这个a逆是谁 就是这个b 这个b呢 就是r分之a减去3e 对吧 你会发现 特别简单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看到这里 下面再看下一道题 下面这道题呢 属于什么呢 属于分块矩阵去求逆 对吧 分块矩阵去求逆了 那两个公式你要记住 分块矩阵 求逆 不同的是什么呢 不同的我们之前的公式说 这个b也是0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 对吧 或者是反对角线 也可以有公式 但现在它是怎样的 它是这样的 m它是分块矩阵 但是呢 除了对角线 可能不等于0 这里也可能不等于0 对吧 那你要去求 怎么去求呢 我们来看 对吧 但这道题呢 属于证明的 它证明什么呢 证明这个ad可逆 你看又是pip可逆 并让去求这个m逆 对吧 那关于它呢 大家可以想到 对吧 想到什么呢 就是你在做题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这样的矩阵 就是a是这样的 假设是r借的 r乘2的 abcd 对吧 关于它呢 大家都知道 它逆是很容易写的 等于什么呢 等于a芯除上a的行列式 对吧 那a的行列式 是不是ad减去bc 而这个呢 a芯呢 这里有个口诀 对吧 叫做主兑换 主对角现在是兑换 负对角现在是变号 对吧 会比较快 这种r借的 但是呢 它现在是这种分块的r借 对吧 那你怎么做呢 你就没法了 对吧 你就只能老老实实来做 但老老实实来做呢 我们首先看 这个ad可逆 容不容认证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定义呢 还是通过行列式呢 或者是特认值呢 你发现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什么 行列式会比较简单 因为m可逆 m可逆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说这个m的行列式 它是不等于0 而m的行列式 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谁 这是不可以用拉布拉斯定理啊 是不是 它的行列式 是不是可以等于a的行列式乘上d的行列式 它不等于0 它不等于0 从而就可以得到这个a的行列式不等于0 且 d的行列式也不等于0 从而就可以推出ad可逆 这就是线性代数对吧 你看 它只要按部就班 那这个东西告诉你可以推出什么 哪些结论对吧 你只按部就班写出来 基本上就出来了 那比较麻烦的是求这个m逆 对吧 怎么去求这种分块矩阵的逆呢 如果没有公式也没有关系对吧 你可以设什么呢 设这个m的逆啊 就等于大x等于这样的矩阵 这个矩阵呢也是一个分块 大x1 大x2 大x3 大x4 分块的对吧 那你就可以怎样呢 这个m乘上大x呢 就会e嘛 对吧 那从而呢你就可以推到什么呢 ab 0 d 对吧 然后x1 x2 x3 x4 那这样一乘呢 它出来是要等于1 0 01嘛 对吧 从而你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方程样的 相当是一个矩阵的方程 这个乘上他对吧 ax1加上bx3要等于1 然后呢相应的看 他乘上他呢要等于0 也就是ax2加上bx4要等于0 是这样吧 那进而呢看 这个东西乘上他 要等于0 dx3要等于0 对吧 然后相应的看 这里他乘上他 你会发现什么 dx4也要等于1 但这里呢很容易解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d可逆 对吧 d可逆呢就可以怎样呢 是不是就可以消去啊 d可逆就可以消去 这个x3呢就必须要等于0 然后x4呢 因为它可逆的话 这个就是x就必须是它的逆矩阵 d逆 对吧 这个x3x4出来 x3x4出来呢 又可以推 你看 你就把它带进1 2 你看比如说这是逆的话 x2是等于多少 因为a也可逆 x2是不是就等于 相当于是a逆负的 对吧 负的a逆b逆 等于它了 x1呢 x1的话 因为这个x3是等于0 然后这个又是a又是可逆嘛 x1是不是a逆啊 那你从而就可以得到这个x大x对吧 也就得到大m逆等于大x 这个大x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 a逆 然后这个x2是负a逆b逆对吧 然后这里x3是0 它对吧 那你就把它算到了 这个就弄到了 对吧 但关于这道题呢 你要去练习的话也很容易对吧 这道题随便改一下就可以这样 比如说到时候你把这里换成0 这里换成b 是不是又一个题啊 你也可以去自己去写一遍对吧 或者说你可以类比一下它和它的区别对吧 它和它的区别其实是差不多东西了 因为你看 因为你想如果说这里 这里是b这里改成0以后 这里改成0以后 这里就 你发现实际上形式是一样对吧 你把这种用数字去结合 对比一下对吧 对比一下这种不是数字就分块矩阵了 你发现是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记住了 就不用再去推了对吧 到时候 那关于这道题呢 我们就看到